你如果用交流來的問題 那我覺得你不要用 你會越用越灰心 你訂閱了嗎 歡迎收看這種口味開房間感情問題來中間 台北的羊駝 這個故事滿 呃 你們如果不懂就直接說 就是他今年25歲 他因為生活圈的關係越來越小 他就開始用交流軟體 然後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一個跨性別者 他是女跨男 女跨男的跨性別者 但是他的內心是性情像是男生 所以他用的是同志軟體 同志 OK 你們懂現在這個意思嗎 女跨男喜歡男生 但是他心裡還是喜歡男生 所以他是用同志軟體 然後他同志軟體 所以他下面有老二是不是 沒有 他手術還沒了 對 沒有完全 對 外表上 他沒有奶 但是他可能 他認同自己是男生 大家喜歡男生 已經跨過去了 但是還沒有拿到 醫師的證明跟用藥許可 還沒有開始施打荷爾蒙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他現在就是在交流軟體的時候去用 結果後來他碰到的問題是 他碰到所有男生 就是同志的話都會覺得說 他們想要真正的男生 他們沒有 沒有這麼接受 跨性別等於跨男的男性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就造成他自己很多自卑感破碎 所以他朋友建議他說 還是你找直男 直男的話可能會喜歡女生 這樣你還是一樣可以喜歡男生 結果後來他去 跟直男去見面跟相處的時候 直男又覺得說 哇你太像女生 他太Man了 他太Man了 對 另外或者是 就是這個模式 然後如果告訴他說 我其實跨性別 但我還是喜歡男生 但直男對於這個概念 都會有點混淆 不害怕 就會說 那我可能不能接受 會覺得好像好奇怪 所以他想問說 那他到底 他現階段的時候 他覺得很困擾 他沒有辦法被 他覺得他自己沒有辦法 被分類到任何一類 他也覺得 現在台灣社會 可能沒有這麼 不像國外這麼接受 跨 所以他一直被當 就是覺得有點被當成異類 那他說他到底該怎麼辦 喔 我覺得 他等於是 他等於 他等於邏輯上是異系列 那其實他 他就是 一個很Man的人 那他喜歡男生 就是自我認同是男生 但喜歡 聽懂了 性情 應該說他喜歡男生 但他希望用男生的樣子 去喜歡男生 對 但他等於 但他兩邊都沒有人 要他 現階段 不會啦 只是他找到的 他找到的 現階段是 兩邊 都 不太 認同 我覺得可以從 從 呃 好你先 蛤你先好了 我們讓個屁啊 因為 剛剛 沒有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你今天 選擇了 這樣的方式 所以 本來這樣的方式 就是 比較 狹窄 所以 你一定會 是不是在 可是在歐美 是不是會有一個 這一個族群啊 因為我沒有接受過 他是國外並 比較不容易接受 國外覺得這個很普遍 OKOK 對 那 那你有想去國外嗎 因為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沒辦法吧 因為你現在在台灣 台灣的接受度就是這樣 所以你沒有錯 可是就是因為 你伸錯地方 對 你伸錯地方 所以如果你 你覺得你談戀愛很辛苦的話 我也沒辦法告訴你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改變 我只能說 如果你在台灣 你只能去接受 並且去克服它 但是 這條路很難 這條路真的很難 你必須要 我不知道 他們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網 有沒有一個網站 我覺得可以先從 你可以 就是可以建議他先放棄 交友軟體 這個 很專為情感 就是導向 情感導向的 事件去 他可以從生活的興趣 去認識身邊的人 然後大家比較有 像雙性戀雙性戀 也是可以接受這樣子 對他應該要專找雙性戀 或者是 無性戀 也是可以接受這樣子的對象 沒有我覺得 上記照的方法就是 你用 自己的 個人 真正的樣子 魅力 用魅力去 認識別人 因為其實你用交友軟 因為交友軟你顧名思義 他就是 先選擇你的條件嘛 先選擇你的樣子 你的 所以 其實一般人 你用交友軟體 一般人聽到跨性別 就會先倒退散步 因為他們也許不知道 跨性別真正的 東西是什麼 或是說 你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喔 那我有點怕 但他們可能不了解 所以我覺得 你用這個方式去認識別人 會比較吃虧 但你沒有錯 對你沒有錯 你如果用交友軟體 你會受到這麼大的 創傷的話 那我覺得你不要用 你會越用越灰心 你當如果真的 拓展你的生活交友學 比如說你多參加一些社團 多去一些聚會 之類的 學東西 就是 你適合 直接 第一次見面 就是人跟人 而不要先用聊天的方式 就是走長期 日久深情路線的 這個路線啊 就是他比較能走 他也有他自己的魅力 可是交友軟體 可能只能藉由 照片或是文字 綁住你 到底是不是 我喜歡的樣子 可是 我們生活中 交往對象都有過 就是這個人可能不是我最喜歡的樣子 可是越來越喜歡他 他就適合走 就是日久深情啊 就是在同一地方相處很久 對對對 要相處一陣子 然後後來 不會因為他的這些事情而去 對就是愛上他 其實我身邊朋友 就有一個一般的 普通的女生 他也是有一樣的困擾 所以其實這不只是 這個族群有的 就是可能用教軟體 比較容易出現這種 這種問題 對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方式 如果是 反正因為身邊的朋友 簡單就是 我已經 先知道 你的類型了 那我再次就是這個人 其實這個心態 會有一點差別 就是我先知道你再去認識你 跟我認識你 我才知道你 是什麼 就是 對 心情的 差別差很大 不一樣 如果我先知道你 你是跨性別 然後我覺得你很可愛 你很棒 那我可能會完全不 care 對 那他就是要走日久申請路線啊 對 0056 但走這種感情也是比較好啊 你看很多可能 很多人都還沒 都要走 你又沒淘擠 你又沒買 叫什麼 你又買的是我跟祭司好 好不好 對啊 走長期 走長期 對定期定額 定期定額 買了就忘記 定期定額 定期定額 對 對 對 我不知道我們今天這樣講的方式 會不會對你有一些 開通啦 但我覺得 不要覺得自己 怎麼了 我覺得不要覺得自己自卑 不要往自己覺得怎麼了 因為你越想 你會越害怕去認識別人 對 我覺得千萬不要良心 對 因為其實國外對於 跨性別多 open啊 台灣現在也很ok啦 台灣現在也是 沒有啊但是他去那邊會比較容易發展到 就是比較容易找到另外一半啊 就是如果是能去國外 比較容易可以找到 你就再忍耐半年 可能疫情好一些 可以飛了 趕快飛去國外 所以重點是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但在這個道路上找到愛你 你愛的也愛你的人 但是我覺得幸福 幸福綠皮書這本書他可以 這本這部電影他可以看 可是這部電影裡面沒有解答 只是 對他沒有解答他只是重複敘述 他沒有 就是他沒有解答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 博士他最後怎麼樣找到真愛 他並沒有講 但是那博士意思是說他 他對黑人來講他不夠黑 但是對男人 因為他又是 又是 男人來講不夠男 對 所以他兩邊都是 他兩邊都不是人 但是他並沒有解答說 他最後怎麼 怎麼找到另外一半啊 他好像沒有 嗯 對他沒有解答 反正我覺得不要 不要因為別人的支持點點 而你懷疑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會讓你整個人越來越渺小的原因 如果你覺得 對他蠻有道理的 沒錯 那你就丟欸 沒有錯就去做 什麼關係 那不用擺別人眼光對不對 但是不要用交友軟體啦 因為這個會碰壁 碰壁蠻嚴重的 因為交友軟體比較多標籤啊 會不會有 專門跨性別的交友軟體 我不知道 有 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會有 可是他喜歡的可能不是 跨性別 對他不是喜歡的 他是跨 他是叫什麼 他喜歡喜歡男生的人 對 沒有 我覺得以往以後的交友軟體 可能要拓展一個類別 就是跨性別 就是他可以同時搜尋到男生 女生 Gay 都有的 就是一個廣泛的 我覺得以後交友軟體 可能要塑造這個東西 對 因為他想要的是 那個男生 那個同性別的男生 把他當成是男生來 男生 他自我認同是男生 但他剛剛的問題 一定是可能他的下面 還沒有完全變成男生嘛 所以男生才會有這個顧慮說 因為你不夠像男生 對吧 因為他的可能下面還沒有完成 還是什麼 對 他還沒有打針 還沒開始打 對 對因為如果 你要這樣子去喜歡同志 其實基本上同志都會 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愛的是 不會啦 也有不同的啊 也是有不同的 沒有同志就一定要跟大屌啊 那你就是 那他就是 需要去為了這個去做 哪一條 沒有 顧名思義就是這樣啊 對 就是 就是 如果你要為了這個市場 你必須做一些 投其所好的事情 對那所以我會見他 如果他未來是 就是一生評估可以 或是 就是一切最多 他去做一支 大屌 我覺得 我覺得他日後會順遂蠻多的 會順遂比較多 對 可是中南是接受你 你 你原本樣子的人 是不是很重要啦 一定會有人 一定會有人 但是我意思說 要加速找到的話 要加速 你趁現在 生存前 疫情一過 直接飛 泰國 對 或是國外啦 或是國外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加油 對 加油 好了 沒了嗎 下次見囉 拜拜 Bye